说到日本,有一个话题经常被提及,那就是日本军人。 1945年,日本战败后,驻日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蒂,日本制定了一部日本国宪法,就是我们常说的日本和平宪法,为的就是在法律上限制了日本组建军队。 后来为了维护日本本土的治安,美国又帮日本组建了日本自卫队,就是不违反宪法的军队。 既然有军队就有军人,自然也会有女兵,每个国家都会举行阅兵式,来展示自己的军事力量。 阅兵式上的女兵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各国的女兵也风采各异,但是最奇特的还是要恕日本自卫队的女兵。 别的国家女兵都是拿住枪,日本女兵在阅兵式上竟然跨入包,让人看完不禁想问,他们是准备用包砸死敌人吗? 可能有了人会说,阅兵式又不是打仗,真打仗时肯定不会带住包吧?话的确是没错。 但是为什么别人阅兵式都带枪,就日本女兵带包呢?答案其实很简单,就是为了好看。 阅兵的目的一方面是展示武器装备,军人的风采,一方面向他国传递军事实力,而日本自卫队并非国家军队,所以自然不存在向他国展示军事实力这一说。 他们阅兵就是为了给国内民众看的,所以同时也是一种征兵宣传。 这些日本女兵大多也不是战斗部队,简约他们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吸引男性参军,而日本自卫队征兵难问题一直存在,并且还越来越严重。 经过二战,日本本来就少了很多男性,而且经历了战败,民众对于天皇的崇拜也没那么强烈了。 很多人不愿意再像二战时那样,用命去为天皇效力。 所以,日本自卫队一直都有兵源不足的困扰,并且几十年后依然没有得到改善,反而愈演愈烈。 这就是因为,在战后,日本全力发展经济,当时的日本人都乘住这一趟快速行进的列车,跟住富裕起来。 但是结果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,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。 年轻人辛苦一辈子都是在为银行还债,很多人从此便堕落下去。 柴南文化渐渐兴起,和阅兵士上的女兵一样。 征兵海报上画的动漫蒙妹子,飞机军舰上的二次元涂装等,都是为了吸引年轻人参军,而为了达到征兵目标。 日本自卫队也可谓是煞费苦心,不过这样一支部队,不仅让人怀疑它的战斗力。